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厉害 身怀绝肌的短视频达人们 当然还有两位非常重量级的点评嘉宾 首先是我们的非常漂亮的著名的歌手 主持人演员曹颖姐姐 大家好 我是曹颖 各位达人希望这里是你们梦想起飞的舞台 加油 而我们的著名歌手李翔翔 大家好 我是哥鲁李翔翔 祝愿今天的所有的选手们 可以展示出最真实的风采 好了 他们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 我们拭目以待 请各位就坐 好了 那我们先进入到第一轮的选择当中 我们将会用点赞 笔心 或者是不来电的方式 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从小屏到大屏的跨越 那接下来我们请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叫丁二伟 是80后 我当了11年常跑运动员 大大学学的比赛差不多有34吧 一共拿了45六块两排 感觉虽然残疾了 但是我和我一点不比这个 在健全一场 安眠能做的 我争取也得一样做 哇 第二位 无必健将 我知道曹英姐应该看到这种的就是 不是 就是你知道他会的东西 我们是四肢健全的人不一定都会 在现在呢 大家都有的时候有一种颓废的情绪 然后我们特别需要这些积极的正能量 我真的非常希望他能来到这个舞台上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这种正能量的东西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向上的精神 所以我是点赞 大家呢 就像曹英姐刚刚说的一样的 我希望他来舞台就是让遇到困难的人 可以带去一些正能量 我是希望他可以到现场来给大家表演一些 对 这个赚 第二位 其实他还是一位世界冠军 没有展现出来 所以呢 今天 我呢 也给你点赞 那我们希望二位能够从小屏到大屏当中来 为大家展现出你的对生活的渴望和力量 有喜 我是中国第一号角哥 我来了 请我给你们吹 加油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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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回家了怎么办呢 我就一边在放鹅的同时 在山坡上 一边夹着树枝字练习写字 自己跑到学校 用脚夹着铅笔给老师写了几个字 老师一看写的还行 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上学了 所以我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 所以我特别的感恩 特别的珍惜 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 我都没考过第二名 从小学到大学 我上的都是健全人的学校 哇 这个太厉害了 真的 就这个我觉得特别的励志 对 而且他就是知道说 我这个机会来之不易 然后他去努力 因为你想当一个人 真正想努力的时候 什么也阻挡不了你 你甚至可以比健全人 做得更好 对不对 他的身体是残疾的 但是心从来都把自己 跟健全人在一起比较 所以他能够在各种比赛当中 成绩非常的好 你最好成绩是多少 市井赛五千名冠军 哇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那应该大大小小奖 都拿了不少吧 拿了四五十块奖牌吧 哇 那今天有没有把奖牌 给我们展示一下 带来了几块 可以 带来了几块 可以给你们看 好坚持 我们有请我们工作人员 看看二维的奖牌 哇 这个家里奖牌太多 都拿来挺重的 这是拿几块 给他展示 我来帮你拿一下吧 这个 这个是全运会冠军的 这个是全运会的冠军 最中间的是市井赛对吧 第六届 残疾人运动会 这是全运会亚军的 哦 银牌 这是全运会 穿过运动会 铜牌 哇 03年拿到的这个 这是神运会冠军 哦 这是10年的 你快把市井赛的冠军 拖起来 最大的一个奖牌 最大的这一块 市井赛的冠军 那像这样的奖牌 家里面 得板板一场吧 有照片吗 不是 照片上一张 有照片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照片吧 哇 天哪 哇 每次看到这些奖牌的时候 心里面在想的时候 这都过去了 我在家都会哄孩子玩的 哈哈 哈哈 我这人比较要强 也比较好胜 所以这都是过去的了 是 所以这么多年 也是一直在不断地完善自己 在提升自己 在超越自己 嗯 去年的今天 我还拿了五个世界纪录 哦 我很期待他进入第二轮 你第二轮会表现什么 能连出路吗 我密不先 现在先我密不 那我们第二线的所有达人们 我们二位 要不要进入到第二轮呢 就你们来决定了 点赞还是不来电呢 五 四 三 二 一 感谢各位 然后谢谢二位 我们稍是准备休息一会 看看结果如何 谢谢 好 我们来华像下一条视频 我家旧在海装部 听管了烧工的耗子 看管了船上的牌板 哦 哦 正骨还是唱歌 这什么正骨诗 对 讲句老实话 他就是给人感觉挺耳目一新的 就歌声来说 他也是蛮厉害的 对不对 要不让他上来试试 然后试试正骨和唱歌 试试正骨 所以呢你的选择是 我觉得 我就为了正骨 就是刚我要试一下 我会点个赞 免费正骨 免费正骨 我们看曹云姐姐 曹云姐姐 我是觉得哈 他整个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耳目一新的 而且以他现在的职业 他的歌声能保持这么清澈 我觉得很难得 所以我给你点赞 好的 那我呢 也给你点赞 好的 那从小屏到大屏当中 为大家展现出 你的对生活的渴望和力量 有请 跨时代战书 正骨小哥来唱歌给你听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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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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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 唱现场 太厉害了 唱的我一度怀疑他到底是不是正骨师 太牛了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评论老师大家好 我是唱歌中最会正骨正骨中最爱唱歌的山东日照 来自山东日照的正骨小哥 我叫王戴亮 今年三十七岁 很高兴来到这个舞台 你先解答一下我们的疑惑 刚才小海老师也说了 问你是不是 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正骨师 是的 是的 真是 你专业是 我已经做了六年了 那我能问一下你学过唱歌吗 都是自学 正骨正骨是专门学的是吧 对对对对 正骨需要专门学 不得 那个自学不得 来我试一下 好那您暂时一下啊 首先来 您低头我给你检查一下颈椎这有没有痛点 还挺配合 他肯定的 这边就是有痛点的话 但是可以给他正一下 因为颈椎如果出现错位呢 会出现头晕啊恶心啊 脑空血不足 那你要正一下吗 可以啊 哈哈哈 真的假的 可以啊 真的假的 我们到现场看想想的自己 正完之后的感受 做一下就行啊 我轻了 呵呵呵呵呵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轻了 很轻益现在 满血复活 这 真的很痛 我不用了 包手包手 佛着背上去挺直下来 好谢谢谢谢 是选择刚刚那个表演 是要献给妻子的歌吗 是的 因为我妻子呢 一直对我是不离不弃的 所以呢 把这首歌就唱给她听 我觉得也是我来到 跨时代战书的一个心愿 您是什么时候 从事开始唱歌这个事情的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呢 就喜欢唱歌 因为通过看电视啊 还有那个光碟啊 然后就这样自学 慢慢慢慢练习 也通过唱歌 我也把我媳妇给唱来了 怎么回事 唱歌唱个媳妇 怎么唱来媳妇的 其实当时 我呢已经参加工作了 2004年 在这个期间 我是经过他们厂的门口 在路边上有那个 一块钱一首歌 咱可以唱歌 花一块钱可以唱歌 在这个时候呢 我唱着唱着 我就发现有一个 大高个长头发 刷眼皮 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 不是 您这歌唱得挺不专心啊 就这么一瞬间 还注意到大高个 双眼皮长头发 不是 唱歌也得看观众 后来第二天 第三天我又去唱 因为喜欢唱 我又去了 去了发现 她还在那 她也去了 然后慢慢地我了解 她是在哪个厂子上班 后来慢慢 就是也算接触到了 相处了之后呢 然后就谈婚论嫁 当时我岳父 我岳母就跟我们 说一句话啊 就说你俩把日子 过好就行了 说什么彩礼不彩礼的 我们不要彩礼 说实话 我们到现在 是相处了这18年 然后我们结婚是16年了 在这16年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是 一直在租房子住 其实我也一直在努力 也想给她一个家 也找了很多的工作 你像热处理工 就是那个锯片厂 那个高温作业 然后就是插车工 电工 航车工 我觉得所有所有的一切 我都要感谢我媳妇 因为她对我 一直不离不弃 在这里真的要 谢谢亲 都说到这儿了 我们是否请你 故事当中的主人 我们的女主角上场 好的好的 来了 来了 来 欢迎 哇 哎呀 果然是大高个 你看穿着平地鞋 都这么高 大家好 我叫王雪杰 是王奈亮的媳妇 那我听说你去学正古 也是因为妻子 是为什么呢 刚才我说 就我媳妇 她是这个缝纫工嘛 因为干了那么久的缝纫工呢 她长期低头 所以造成这个职业病啊 就是她的颈椎这一块不好 我身体也不好 我的这个长短腿 还有我腰间盘突出 但是呢 我巧合的是遇到了 我的正古老师 当时她给我调理了 我觉得特别好 我正古老师就说 她说呢 通过正古手法 可以给妻子调 我一听到这个之后 我说老师那我学吧 我说我可以随时给妻子去正古 然后现在我媳妇 现在也是非常的好 这个身体调理的也还可以 她好幸福啊 她的眼神里面 对 妻子脸上就感受到那种 家庭幸福的感觉 是的 但是学艺也是不容易 说实话 我这个学了这六年当中啊 其中有三年 我是长期的在外的 到了她生二胎 前一个月 然后我才回去 我是全程看到的 如果不在产房里 真是不觉得说 这个生寒有多痛苦 所以我觉得 媳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一定要好好对她 无论走到哪 我都带着她 现在已经走哪 都带着妻子了 对不对 对 真好 看到你们就是有一种 家庭整个 特别的和谐啊 然后有一种爱的氛围 然后妻子脸上 也是很幸福的 那就继续坚持下去吧 我觉得我们也期待着说 你在唱歌的事业上 越来越好 因为毕竟这也是妻子 对你崇拜的一点 好好加油 好不好 谢谢了 第二轮会带来什么表演 第二轮呢 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因为我是唱名歌的 下一首歌曲呢 是一种游行歌曲 最近非常火的一首歌 歌名那些保密啊 好吧 戴亮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 所有的达人们 要不要支持戴亮 点赞还是不来电呢 五 四 三 二 一 停锁票 那我们稍事休息 一会儿看成绩 谢谢 来我们来看下一条视频 这是一个自带buff的人 你感觉他底下有台阶 有没有 对对对 他好像有踩着东西上去 哇好像好轻松 而且 现在这个核心力量太强了 你看那个控制力 我的天哪 有那种他应该会空中漫步 他这应该是最基础的吧 对 江湘应该也可以吧 我觉得我能 你能 我能 我能抓得到那个单杠就可以了 这样子 我认为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老师 是有机会挑战的 所以我一定要给这位选手一个 带着他们一起练习的机会 我给你点赞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看一下了 因为真的是太棒了 太棒了 我要给你点个赞 现场看一下你那八块腹肌 那虽然说我有点嫉妒你 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你 很羡慕你 然后呢 很佩服你 所以 我也要给你点赞 来吧 上场我们 跟 想想DK一下 跨时代战术 果带着我的单杠太空漫步来了 加油 哇 一只手 哇 哇 第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三节 第四节 第四节 好厉害 看呆了 来乐宾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湖南平江的娱乐宾 今年31岁 是一名街头极限健身爱好者 今天这个表演 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么多的用广播体操的动作 融合了你 刚刚这个叫什么 叫单杠太空漫步 单杠太空漫步 这是你自创的吗 这是原创 原创的 对 但是我之前看过很多的视频 也是有类似于这样子的漫步 你这个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吗 节奏感会更强烈一点吧 然后所有动作都是我自己原创 就是普通人可以试吗 就普通人可以上去吗 普通人可以 真的可以是吧 来王爷老师上 王爷老师上 不是你站起来 咱俩一起来 那老师嘛对不对 不要客气 您上 没问题的 对啊 两位别客气 你俩上去是我帮你们举发筒 来来来来 别客气 不用客气 我跟你说 我连够都够不着你信吗 我都上不去 我上海就楼 吓成这样 老师你要不要教他一个什么动作 让他能够有个节奏的表演 我们在拉了一个营地向上的时候 脚一定要动起来 这样就是一个简单的步伐了 哦 王爷经常练健身应该可以吧 这个 啊 OK 你行吗 哎呀 可以啊 哎呀 可以可以 哎你还可以 别抖 别抖 你是有健身的基础对不对 有一点 我其实特别想看 详详老师的表现 哈哈哈哈 节奏 节奏 来 你别撑着自己 我觉得这个 哈哈哈哈 不要撒破了 不要撒破了 还是 还是 啊 我们节目还要继续下去 做到这就 就是让我稍微保持一下形象 我们就到此结束 我就不上去了 其实我是可以的 就是节目效果要有一个弱 不要解释 不要解释 所以健身这条路带给你的是什么 你觉得 收获是什么呢 收获了很多的支持我的人 同时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有带很多的徒弟 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徒弟就是 他本身是一个患有抑郁症的人 他愿意去通过运动去跟别人交流 然后我就通过运动去开走他 通过五年的时间 让他更愿意去跟别人去交流 因为他通过运动建立了自己的一个自信心 现在他留在我们身边做一个全职的健身教练 所以真的是运动能够带给人非常多的快乐 你现在这个表演我觉得很精彩 我们也都感受到了 那你如果进入第二轮 你觉得你还有更新的一个 让我们耳目新的表现吗 如果说进入到下一轮的话 会带来一个更加精彩的太空漫步 更加精彩的太空漫步 那大家觉得乐斌的表现怎么样 要不要给他点赞呢 我们倒计时 10 5 4 3 2 1 请锁票 好的 那刚刚我们的第一轮的三组选手 都已经表演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请回到舞台上面 来看看他们的成绩到底怎么样 有请 好了 第一轮的三位选手的成绩 已经统计出来的是 我们第二线的达人们 为他们来投上的票 非常的公正公平 首先第一位上场的 无必健将 二位的得票数 最终是 十三票 我们的正骨小哥 王带亮 最终的得票数是 十五 笑 恭喜 那 乐斌 最终的得票数 十六 票 恭喜乐斌 哇 二伟虽然说没有办法进入第二轮 但是 刚刚二伟的整个的精神 和他的 这个状态 拿到的奖牌 其实足以证明自己了 所以要再次感谢 正在参与 但我们讲心里话 今天真的被你激励到 特别感谢你的到来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谢谢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 主要是正在参与 来展示参与员 不强不息的一种精神 传递这种能量 希望有机会 还来参加你们节目 我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加油 那么戴亮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OK 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 非常好听励志的歌曲 有请 是勇敢的 是勇敢的 你额头的伤口 你的不同 一番的错 多 不必隐藏 一破旧的玩偶 你的面具 你的自我 他们说要带着光 顺服 每一头怪兽 他们说要封好你的伤 没有人爱小丑 为何孤独不可光荣 人只有不完美 值得歌颂 谁说服你 满身的 不算英雄 爱你 哭声走暗响 爱你 不归的模样 爱你 对之后 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 破烂的衣裳 却看不命运的墙 爱你 和我 那么像 却高到一样 去吗 黑吗 转了绿的 天空 绽望 绽望 你最美味的梦 直到黑夜 从能无言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其实你知道这场设计 我还挺喜欢的 我也喜欢 就是它对着镜子的 那个感觉 尤其这首歌的词 尤其最后一句 你说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我懂得那种 就算不是被众人 熟知的歌手 我没有站在光里面 但我在我的家庭 在我妻子心目当中 依然是那个光芒万丈的 是那个英雄 对不对 是的 谢谢老师 好的 非常的棒 戴亮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 所有的达人们 觉得戴亮刚刚就 孤云九唱得怎么样呢 给大家 五秒钟的时间 做选择 五 四 三 二 一 听左票 好了 那我们看看 接下来乐斌的表现怎么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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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wyn 1 1 3 1 2 4 10 15 15 17 18 17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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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看呆了看呆了 他把力和美进行了一个结合 是的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在舞台上特别好的 好的 我们第二线上的达人们觉得刚刚乐宾的表现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五 四 三 二 一 感谢各位 好了 那我们把戴亮请回到舞台上面来看看他们的最终成绩 好的 乐宾和戴亮已经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了 那就由咱们三位 首先 每人有两票的权利 选择出你喜欢的选手 我就直接把票给我们的 包困附近 给乐宾 乐宾对 我觉得这种顾小哥你可以唱流行的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试一试 可以再努力一下好不好 好 你呢 我也是跟翔翔的 看法一样 因为他实在真的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出来这个点的 所以我想把我这两票投给乐宾 谢谢 我想跟郑古小哥说如果是第一轮的表现我一定投给你 但如果当这个舞台是个比赛的时候有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那这个他可能流行唱法会会更适合他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遗憾 反正你们已经有四票了嘛 我支持你两票好不好 加油 谢谢 好的曹英姐姐的票数我们是四比二 来两位我们一起回到舞台上面来看看他们跳出最终是多少 好的那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首先第一位出场的王戴亮我们的壮鼓小哥 最终得票数是17票恭喜 我们的接见达人娱乐宾 最终第二现场的票数是 二十一票恭喜获得了这一次我们的州冠军谢谢 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希望也能够有更多厉害的达人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别忘了在每周四的晚上的九点二十分天津卫是我们的跨时代战书 我们等时各位不见不散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腾讯视频爱奇艺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荣美好 更未来天津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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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